训练赛AG以3比2的比分战胜苏州KSG 魏阳哥直播透露过几天将会搬回成都基地 大年初期 开工大集 AG超完会选手们基本上都从家里赶到了太仓基地 当然也有个别选手还躲在路上 就在1月28日 上班第一天 成都AG和苏州KSG的训练赛就被网友们扒了 AG的首发阵容还是和春节舞台时一样 一安营诺魏阳下谷和长盛 众所多知 在春节假期前 AG训练赛一队被二队暴打 今天把小白换上一安 训练赛竟然战胜了KSG让人简直不敢相信 看来这几天的舞台还是有效果 红输掉的两局比赛经济区间的难 一直还是老问题复死的 一安和下族都发挥了将一安 而一诺和魏阳斯发挥了将来 在这个坦克荣耀的版本 一安可以说是吃到了一路 他的战变一直在赛场上拿出效果 而这个版本也正好适合他 小白和一安则产生相比 相对一安来说坦率也稍弱 这也可以理解奶茶教练 为什么在训练赛上扎而不影响 当然训练赛成绩只能作为参考 和正式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魏阳哥在直播时 有观众提问什么时候回成都基地 魏阳哥说大概率会在拍完 进装到后班去成都基地 时隔几年 成都的小伙伴们又能在线下赌场看比赛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成都 过几天吗 9月45号 好像是 应该是拍完进装之后 我操这么冷 为什么空调没用 我操这么冷为什么空调没用 我操这么冷为什么空调没用